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老板 你这 这是个什么说法 朱奔站起来惊叫 蔡倩没理他 只打转作一 连连告罪 转身下船 张和自从败给李妍 就没有吐过半个字 此刻静静地瞥了匆忙离去的蔡倩一眼 没有说话 林阿京的脸上有若有所思的神色 却没什么惊讶 愤怒 显得极为平静 场上 大伙一开始还焦头截耳 可过了一阵 反而都沉默下来 天博司甲板之前 瓜果落地 血迹残留 红毛鹦鹉乱窜 气氛吊诡之际 这一连串的惊变 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一场天博司大会 泥沙俱下 搅动风云 转折一个接着一个 连番轰炸 让大伙脑子动目了 五家大海盗连番恶斗 先是比较不让人看好的宝川灵士 意外拔得头筹 紧接着 林阿京宣称退出 蔡千顺位 成为盟主人选 大伙这才恍然 原来蔡老板早有算计 大伙还在津津乐道 这蔡千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和自己同列五大海盗势力之一的林阿京 心甘情愿地给自己铺路 妖贼却翻了脸 不承认大会成绩 眼看蔡张两边人越说越僵 张和有仙桌子不玩的意思 朱奔又唯恐天下不乱 局面正混乱 红旗帮半路杀了出来 天宝仔直言 比斗没完 谁也不能撒手不玩 更指名道姓 叫张和上大船比斗 输了就别再捣乱 妖贼九父盛名 百来米的大船都被妖术拦腰炸断 众人嘴上不说 心里是不看好天宝仔能赢下这一场的 可不料 李延硬桥硬马 胜了妖贼 张和归作闭嘴 让无数人惊掉了下巴 这个时候 局面已经开始向红旗倾斜 不料 蔡氏一手必战 红旗有力使不出 蔡清三言两语 又叫徐龙斯大师方寸 局势一时胶着 紧跟着 黑衣老头 蔡清翻脸 叫火顶婆显示的金刚鹦鹉 大伙看得张和上摸不到头脑 少数几个人消息灵通 把前些日子红旗攻打虎门 梁广总督失踪的事联系起来 也拼凑出一部分事件的真相来 李延一看 蔡清等人朝琉球群岛方向去了 又听到火顶婆三个字 一下子想到了丹娘 有心跟上去 可眼下正是自己收割果实的时候 心中有忧虑 面上一点不露 蔡老板说退出 宝传林氏怎么说 李延打破沉默 林阿京转头直视李延 这次大会 我是应了蔡清的人情 如今人情已经两清 大家各算各的 不过我既然说了退出 自然没有出尔反尔的道理 既然如此 张和你怎么说 我没话说 张和的嗓子干了 李延点了点头 冲朱奔一乐 朱奔刚要张嘴 李延已经扭过头 诸位 所有人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眼神复杂 这一宿的事儿勾心斗角乱得很 蔡老板很了不起 大会之前 该说的该做的都安排得清楚明白 大伙是来发财的 不是来听哪一个人发号施令的 李延这话倒是戳了不少人的心窝子 这些海盗无力去争大盟主的位置 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心和想法 碰别人做盟主 也是希望能从中捞到好处 这些年 官府步步紧逼 上头钦差换了三位 红毛子从各处调来的船队 人手也越发壮大 这些年风头大不顺 有人牵个头出来 势在必须 谁牵这个头 大会也看了一宿了 心里明白 石夫人心死 我们红旗立出来 我做龙头 不过我天宝仔呢 有自知之明 在座的 有我喝酒吃肉的好朋友 也有对捅刀子的死对头 我当盟主 有人睡不着觉啊 人群里 也不知道哪里传来一个声音 天宝龙头 名人不说暗话 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做盟主 和你做盟主有什么区别 到头来 还不是你说了算 哪依这位兄弟的意思 要不正盟主我来 有个上了年岁的老海盗 咳嗽两声 连连白首 天宝龙头 心存高义 我们都看在眼里 秀儿丫头坐上这个位置 正老盟主和石夫人的在天之灵 也会安息 大火一阵吵杂 忽然有人高声说道 正义拐是武器的盟主 我们可没必要成他的情 李延一眯眼 眼底有狠色闪顾 不料这次站出来 嗓门更高了 我今天就服天宝龙头 不错 天宝龙头自己来便是了 我也服气天宝龙头 资历老的海盗都沉默着没说话 此刻叫嚷的 大概是些入行没多久 穷得没饭吃 把家里阻碍得兜兜不易扯 坐了一块旗 就要当海盗的愣头青 不过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声势浩大 眼看这样的声音渐大 李延低头走了两步 从一名红旗海盗腰里 掏出一把激发火虫 对着天空扣动扳机 火药弹在半空乍响 把那些起哄人的话 憋进嘴里 李延脸上带笑 嗓子却傻傻的 我在红旗帮长大 九岁就给帮里的水手地炮弹 在海上也私混了十几年 咱入行得讲规矩 入帮也是 秀儿姓正 他不坐这个盟主的位置 那我只能把红旗龙头的位置 让出来给他 你们是叫我 把红旗海徒 杖木 武旗帮龙头压在大禹山的将棋 全都一股脑交出去 做个宽改海盗了 蔡谦不在 令阿京诛奔张合 都一语不发 偌大南洋 再没有一个海盗 受得住李延的贺问 李延目光所到之处 人人闭开眼睛 好一会儿 早前开口的那名老海盗 最先站得起来 冲着秀儿一作衣 民邦杀鱼威 见过秀儿盟主 他话音刚落 身后站起百十来号 对着秀儿弯腰 安齐邦千军镖 见过秀儿盟主 白齐邦火头金 见过秀儿盟主 白齐邦铁联铭 见过秀儿盟主 赵小矣站了起来 他身后没人 却依旧拱手 赵小矣 带黑气龙头锅婆 见过秀儿盟主 大势一成 一道道人影站起来 对着秀儿作衣 也有一部分 脸色迟疑难看 比如黑齐邦安千路 以及一些和红旗关系 极差的海盗 圆桌上 人人脸色各不相同 林阿精诗诗然站起 冲秀儿作了两衣 义功到底 宝川林氏 见过秀儿盟主 五方大海盗之一的 林阿精开口 再次掀起了一阵风浪 海盗头领此起彼伏 对着郑秀儿作衣败手 白齐邦李六 见过秀儿盟主 爱妞邦梁 见过秀儿盟主 白里邦邦老三 见过秀儿盟主 天脖丝甲板上 大多数海盗头领 都站了起来 一直低头无语的张和 长出了口气 恰似老龙吐息 他一按桌子 也站了起来 他身后 骑倒计等一杆人重 急急忙忙 跟着站起 张和看了一眼李妍 又看了一眼 紧绷小脸的秀儿 秀丽眉眼之间 他的长眉 一点点挑起 安南张和 见过秀儿盟主 这一下 没人绷得住了 白底邦任小平 见过秀儿盟主 红头邦高秀明 见过秀儿盟主 黄七邦徐龙斯 见过秀儿盟主 安千鲁一咬牙 也站了起来 黑七邦安千鲁 见过秀儿盟主 秀丰一锤桌子 他是五方大海盗之一 天博斯大会的存在感 却极低 一时秀丰 见过秀儿盟主 一共族托轮 见过盟主 马来半岛菜系 见过盟主 金珠邦林海英 见过盟主 个头领 土族 纷纷站起 场上 再也没有一个人坐着 秀儿两只巴掌 捏在一起 在桌子下面使劲 他站着 嗓子里 却哑哑地 说不出话来 李妍走到秀儿面前 冲他温和一笑 同样 作一半首 红西邦添宝仔 见过秀儿盟主 自宝岛沦陷以来 百多年来 越发热闹红火 也纷争不休的南洋海盗 第一次 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共主 以红西邦势力为基础 既是修 也是父的天宝仔辅佐 年仅八岁的南洋海盗女王郑秀 把南洋海盗 算成了一个拳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